是有鄉文新高中有一位學生副基民 從小時候就失去爸爸 家裡靠著媽媽文龍做工做為主要的經濟來玩 所以副基民非常認真達成 就在去年年代 新清台灣大學希望的學官到 成功進入台灣大學生命科學學 讓一路看到他努力的事長 東俄都為他感到很開心 媽媽超可愛的 媽媽那時候就站起 她原本蹲下就跳起來 然後抱著我說 我好像中樂透一樣 媽媽的反應就讓我很感動 那麼多人腳趾之下 她能夠進入台大 對我們鄉下來講是一個很不簡單的機會 台大進去之後 好好的在這方面去加強一下 畢竟因為這個社會是一個經濟的社會 而且處於一個弱勢家庭的孩子 要經過很多不同的挑戰 副基民自小孩在增加大學 對大學有一個分別的感情 所以她心目方面作為農的目標 希望大學能夠整理中原意 你作為一位學生 副基民她也表示 會跟東俄作為參加台下的科學 因為這是心中中這個重要的規定 很意外又很開心又很突然 就是 但就是收到當下的感覺就是 告訴自己要自主感恩喜福 做一些準備 比如說英文跟生物都需要更加的加強 所以我會嘗試一些美劇啊 然後雜誌啊去練習自己的閱讀 跟聽力的能力 因為從小很常在田野界裡面玩耍 然後跟大自然比較有多的機會去接觸 然後發現自己其實在這個領域裡面 就是非常的得心應手 我會想要去中研院去做 繼續往下做一些研究 老師說去副基民是一位非常大信學信 除了幫忙老師的工作 學科也會去參與幫忙媽媽無農 這次新清台學也都自己準備了 非常認真 李創基民也帶方分享一達成的筆館 一張圖就可以把好多東西都包括在裡面 所以我還蠻喜歡就是看圖像的 不管是生物啊還是什麼的 那現在遇到什麼題目的時候 再去做延伸 所以就比較好解 那他這一次呢能申請上這個大學 其實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主要呢他在做這個時候 他就是得失心沒有很重 他就是有我就申請看看 就是我還沒先說好的班務 他就已經先幫我處理好 然後就是幫我 直接像我會 對 匯報說 欸我們 購出是有叫我們做什麼什麼 然後他已經收好了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會比較主動 就是先想到下一步的學生 找到所有老師跟同學很好 相信在未來 創基民可以發揮他的專長 先為一位成功研究者 為婚人進攻 記者庭貴族差不多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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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